我不怕死,不怕疼,但我怕痒痒,这痒痒,还有就是很多残酷的物质没办法打动我,但是语言能打动我,尤其那些,所以老有那砍烟啊,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他们以为我吃好的就能够腐蚀我,后来发现不是,但是好听的语言能打动我,所以在我这儿都是唱这颗说话,虽然我不怕死,不怕疼,但是我怕冷怕热,冬天的时候我怕冷,我穿很好的保暖的衣服,夏天我怕热,所以我躲到, 那些不能够不热的地方,洋人管这个叫自然舒适度,我们现在人丁盛天,不管自然舒适度,我们现在到哪儿都是,你看,都是,都是那个空调,家家有空调,处处有空调,哪都有空调,所以他们不怕,不怕天热,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是我怕热,怕热,另外我也怕人,所以我老躲到那些人少的地儿,躲到人少的地儿,怎么着呢,躲到人少的地儿,我赤身露体,一丝不挂,我不爱穿衣服, 那时候小时候看伟大领袖,说伟大领袖喜欢风欲,风欲就是让那大风吹过你的身体,我就想伟大领袖肯定跟我一个爱好, 你想你要让风欲,让那大风吹过你的身体,你肯定得吃身露体,是吧,你要是武装到牙齿,全身都被衣服包裹满了,那风怎么冲过你的,怎么能够抚摸你的身体,从你身体上穿过呢, 我这么一说,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就吃身露体,是吧,为了我这不被封号,我肯定得穿着衣服,那我穿着什么衣服呢,你们看看,哎呀,哎呀, 我那裤衫呢,都是这个牌的,都是这个牌的,这裤衫呢,特累赘,嗯,在这两边呢,都还有两个兜,这兜是装子弹的,嗯,这是那个,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军,啊,在,在越南穿的裤衫,嗯,我呢,就把这两个兜给拆下去了, 为什么把这两个兜给拆下去呢,因为那个,我就发现哈,我出去不带换洗的衣服,晚上我就得把裤衫洗了,洗了过去,嗯,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带我学生,去山东,什么微山湖,什么宜蒙山出差的时候,我那,那时候学生就笑话,说这唐老师,就穿一条裤衫, 啊,一条裤衫,晚上呢,光着屁股,把那个裤衫给晾在电扇上,靠电扇把那个裤衫给吹干了,嗯,但是我,虽然说,怕冷,怕热,嗯,但是我,我怕脏,更怕脏, 所以每天我必须洗澡,必须洗衣服,啊,洗衣服,我也是特土便,怎么洗呢,我用淋浴上边洗我,我就把我这个衣服放在脚底下踩, 哎,因为我的体重,我一米八四,九十公斤,我的体重,加上我腿的肌肉上的劲儿,虽然我的左腿右腿不一样粗,啊,怎么不一样粗呢,是1988年,我替新华社,拍野生大熊猫,去秦岭,把右腿的, 怀骨的韧带摔断了,所以我在这走走,你们看,我这是残疾,现在反正是,垂垂木椅就快死了,啊,你看我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是吧,上面就别看了,大腿根,大腿根,差距最大,大腿根,两条腿的周长,差两寸,嗯,这在中国就得是残疾人,老有人说,你干嘛不去做个残疾证, 坐火车都不花钱,坐地铁都不花钱,我不是大英雄吗,我一旦要是,有了证明自己是残疾的,我的意志就完蛋了,所以即使我身残,我质不残, 这是什么虫的卵,嗯,这是什么虫的卵, 太阳一晒呢,它就像蛋似的,该破蛋而出,这是什么虫的卵,把这卵给放在这儿了,嗯,嗯,一摧促,所以我不愿意去医院,嗯,一去医院就说你这儿有病,那儿有病, 而且煞有介事的,啊,让你坚决认为你有病了,所以你就完蛋了,我呢,就尽量逃脱,嗯,自己有病都不知道, 即使病入高荒,我都不知道,啊,就跟历史上的昏军似的,不许妄议我,不许妄议我,我他妈哪儿都好, 哭露他妈妈,啊,咩咩啊,这萨达姆的话,我百分之百的好,百分之百,一百是,阿拉伯语是咩啊, 百分之百的好就是咩咩啊,咩咩啊,嗯,然后洋人不是,洋人特在乎自然,特别尊重自然, 尤其欧洲的洋人,他们都住在森林里,嗯,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叫Kiki, 是法国为,法国维和部队的,嗯,要按我们现在说,他真是间谍, 为什么呢,他就是谍报军官,他就是审情报的,说你怎么认识他呢,我是记者,是吧, 我到他那儿去捞情报去,我没什么情报给他,他有情报给我,嗯,我们说是情报, 情报这字本身,那个,国民党反动派叫情智,啊,反正听了就不像好词, 其实,嗯,这个在世界上都属于信息,比如那个伊拉克的, 我觉得叫信息部更好,啊,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但是我们都管他叫情报部, 伊拉克情报部,一说情报部就特恐怖,但是你要说,伊拉克信息部就比较中性, 当然伊拉克是一党独裁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领导的国家, 伊拉克的几千万人民紧紧的团结在,以萨达姆同志为首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革命指挥委员会, 中央周围,嗯,民族复兴统一科威特,啊,建立伟大的,呃,民族复兴社会主义, 这我都会背,我在伊拉克,我去过五次伊拉克,包括伊拉克最惨的时候,是吧, 我上任职认识萨达姆,说你也认识萨达姆,那是你隔着电视认识萨达姆, 萨达姆给我有亲笔签名,嗯,其他像阿奇兹,阿奇兹到北京来找我,找我,啊, 阿奇兹的秘书,伊拉克的外交部副部长,都到新华社, 我宿舍到我们家里,嗯,告诉我,说伊拉克要完蛋,完蛋了, 你赶快告诉你们国家,采取重要行动,嗯, 伊拉克的文化部部长,信息部部长,嗯,伊拉克,伊拉克电视台台长, Kulu,Kulu,Together,所有这些都在一起,阿拉伯语叫Kulu,嗯,全在一起, 都是一个人,啊,胡麻木,嗯,就是电视台里边有,嗯, 美国都打到巴格达边了,他还白乎呢,啊,全在打白乎蛋,嗯, 就跟我似的,我就是一打白乎蛋,我就想,啊,我最适合的职业就打白乎蛋,嗯, 又回到我说的那个法国Kiki,Kiki怎么写呢,K-I-K-I, 现在中国好多小女孩啊,挺美的,给自己取名都叫Kiki, 她们不知道法语这Kiki什么意思,法语Kiki什么意思, 就那么是小丁丁的意思,小丁丁的意思,哎,现在好多女孩给自己取名叫, 叫Kiki,就等于小丁丁,嗯,你听着就是,小丁宝,小丁宝贝, 把这个男优女昌,吉普里郎,全给她们弄到together, 建一个大国际托勒斯,啊,这国际托勒斯不雅, 把他们拖进来,拉出去,最后撕了,不雅, 最好还是叫什么什么合作社,这是老舍,老舍走过世界, 知道,世界,那些洋人,啊,啊,他们, 他们喜欢住在森林里,喜欢自然舒适度, 认为只有自然舒适度的时候,不用烤火,啊, 不用空调,才能平心静气的制造好手表, 嗯,你看像我这手表,我一看我这手表, 我又看见了,你看,我最近马兽毛长, 我这毛,你看,都那么三寸多长了, 以前两寸多长,是吧,不是一根,不是一根, 以前我的毛,以前我的毛都是黑毛, 后来现在毛都没色了,嗯,马兽毛长, 连毛的颜色都退了色了,嗯,哎呀, 只有在自然舒适的环境下,才能制造这种, 信这样的,啊,精准的手表,嗯, 才能造莱卡相机,哈斯相机,是吧, 人得在舒适的环境下,不像我们战斗民族,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热,夏天不怕热,啊, 冬天不怕冷,战天斗地,哎呀,那都是扯淡, 人只有在自然舒适的环境下,才能制造高质量的产品, 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 所以都叫人结地灵,啊,是吧, 还有话叫穷山恶水,丑富刁民, 那时候Kiki我住在Kiki他们家, 他们家是很薄的一个,四层五层楼, 那你以为多大呢,不是,就山边上, 那楼就一间房子,一间房子修五层, 就很像我现在住的这顶, 每天白天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家没空调,啊, 嗯,他是出一次勤务, 比如去趟阿富汗战争,或者去趟伊拉克战争, 挣的那钱,回来就能买一农场, 外国农场也便宜,嗯, 再有一个,挣的也多, 但是他们家没空调, 他们家住在这种地儿, 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地儿, 他们家的后边是山, 一山, 傍水,他们家的前边是水, 嗯, 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嗯, 太阳照下来, 酷热无比, 啊, 这时候呢, 地面的, 就是土地啊, 大地的热容量小, 太阳一晒, 嗯, 它就变成热的, 所以山会, 啊, 气温就增高, 所以这边的空气就往天上升,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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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热地方呢, 空气急剧上升, 冷地方, 相对冷地方的空气, 就流过来补充, 嗯, 这样空气的水平流动就形成了风, 啊, 白天, 前面, 我前面是官厅水库, 官厅水库, 它水的水容量大, 热容量大, 太阳一晒, 水就增加温度, 增加温度, 水把那些温度都给消耗了, 嗯, 所以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风是从水吹向山, 嗯, 我只需要把我住的房子的两边的窗户打开, 我这就凉风袭袭, 到了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没有太阳日照了, 陆地, 山上的气温自然就降低了, 自然就降低了, 而白天, 官厅水库晒了一天的湖水, 晚上开始蒸发, 这些水蒸气开始往天上升, 哎, 热地方的空气急剧上升, 冷地方的空气流过来补充, 所以晚上的时候, 又有山, 啊, 海拓山吹向, 官厅水库的风, 我这晚上又是冷风兮兮, 我可以裸睡, 嗯, 裸睡是只躺在床上, 伟大领袖就不裸睡, 是吧, 伟大领袖亲自迎风, 叫风雨, 嗯, 喜欢风雨的除了伟大领袖, 我以前看书, 还有一个人叫列宁, Vladimir Illich, Ulianovsky, 列宁革命领袖, 革命领袖列宁发明了,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所以每一次革命行动之前, 之前都得有大忽悠, 像我这样的, 是吧, 列宁就有两个大忽悠, 是他革命的金童, 一个是托洛斯基, 嗯, 帮列宁办火星报, 一个是, 巴林, 革命的金童, 列宁管他, 叫革命的金童, 经济学家, 后来列宁一个儿屁, 就被斯大林给镇压了, 嗯, 嗯, 革命的金童, 我就是托洛斯基, 啊, 我就是, 我就是列宁大忽悠, 嗯,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行动, 另外, 列宁还有一套建党理论, 群众是分成阶级的, 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那些, 受过好的教育, 脑瓜特别灵, 特别聪明的集团领导的, 嗯, 这都是列宁同志的伟大教导, 我现在在进行风域, 早上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 迎面水库的风吹过来, 冲过我的身体, 我现在学习伟大领袖, 原有列宁, 尽有伟大领袖, 嗯, 但是我没全裸, 我还穿着我的美军的乐战裤衩, 嗯, 接受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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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着福尔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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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我们沿着福尔家河, 我们沿着福尔家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